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人人都好像困在密封罩入面 呼不到氣 不過幸好 香港有近四成土地屬於郊野公園 其中一個位於九龍市中心 和新界之間的金山郊野公園 接近18個圍園這麼大 四處都是遼遇系的自然美景 距離市區不用30分鐘的車程 就來到金山郊野公園 隱藏於獅子山和北架山的後面 名副其實是隱世避景 不少人會在假日特地來這裡行山或跑步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聽聞國際級影帝也曾經住在附近 其實很多城中名人的選樓條件 都喜歡高斯引渡 大埔公路一帶屬於典型豪宅地段 郭德傑山和嘉柏山 都是低密度的罕有豪宅屋苑 四周圍都有茂密樹林包圍 環境優靜 如果中程新樓 可以看下由遠東發展的豪宅項目 筆架金峰 坐落於大埔公路沙田領段8388號 項目以低密度發展 位置於地勢較高的位置 有高居臨下感覺 背靠清脆山聯 單位面積有1018方尺起 住宅和車位比例達到1比1 每戶都設有獨立電梯大堂 私隱度極高 連單位有獨立電梯大門 首先看到一張6人的飯桌 旁邊就是客廳 整個客飯廳全長8.5米 闊4米 景觀就是向東 望著獅子山方向 非常開陽 單位的交樓標準 亦都附送多項大型家具 沿著走廊走 會見到一間廁所 兩間客房 以及一間主人房 主人房間隔方正 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另外設計師也善用這邊的空間 可以擺到全新衣櫃 以及一個電視機櫃 廚房的工作平台就是呈U字形 而交樓標準亦都附送一些路具 翻查附近的住宅資料 平均有大約20至40年樓齡 設價大約2萬多元 赤租則介乎30至40元 不過這裡甚少放盤 不容易買或租 所以當這裡有新盤落成的時候 對於區外的客人 會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入市好機會 至於區內客人又會是換樓的好時機 值得一提的是 沙田領段主要望山景 視野廣闊 附近可以發展的地皮有限 不用擔心景觀受阻 又或者有地盤噪音這些問題 除此之外 項目另一個賣點就是地理優勢 區內有多條幹線 沿大埔公路往九龍出發 30分鐘內直通全港三個核心商業區 機場和到達兩個過境口岸 尤其是長沙灣緊接大埔公路出口 翻查政府的未來發展藍圖 提到將長沙灣轉型為商貿發展 預計未來寫字樓和工廈樓面面積供應 超過266萬平方呎 對於從事商貿工作的人士來說 是不錯的選擇 另外如果家長想為子女物色學校 出發到九龍堂也只需要大約8分鐘 有多間私立名校和國際學校 至於起居飲食 距離項目10分鐘的車程內 就到達大圍和沙田一帶 民生商鋪和大型各物商場 一應俱全 其實看看香港地圖就會發現 北架金峰正位於香港的中心 即是無論去哪裏 車程時間可以平均縮減一半 限定時間可以用來享受生活 實現work life balance 再欣賞獅子山景觀 令人每天都充滿無限拍力